新闻一开始,今天关心嘉义官的消息 嘉义官这部小博官 劉英杰和官府都入署、警察署 以及警察局行台订入署单位 当嘉义地监视主任监察官创应准 全都称上高采行善合作者 追上乡和破租齐定兴兴的传统齐定 严查深乡農申品介绍 逢台订不发的经书 幸好消费者合理的告别介绍 嘉义官政府小博官录音的基础 中博官官党相当当时 農申市场计划是不是有合理 特别只是要严格差弃 杜传为贵团结農申品 丰台计划定总控发行 或许農申的计划有完评划 经过各地放车之后 知道计划有持续的回吻 所以若是没人口的再开 農申品的计划就能回到正常的经营 有比较高一点 但是目前的行情是 有在持续的那个回吻的情形 相信如果再来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灾害的话 我们的那个物价很快就可以回到正常的经营 其实这个在县长这段期间来 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 然后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配合我们的检察官这边 出来做个了解 然后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行动 然后也能够迅速的让这些菜价能够慢慢的恢复回来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那个目标 我们最重要是要那个仿材一下 这个这些产销合作社 然后跟他们的客业的厂商之间供货的状况 是台湖钱 就是菜价标涨钱跟标涨货之间的量的差异性而已 最重要的目标是这样 今年龙山品受到航海 红台顶因素的影响 介绍持续的器材 为了调查市面上的龙山介绍 是不是有红台团结龙山品顶维发的进行 小博官邸人员 亲自传统市长 高材生产合作设定地点 请自顺问 买人质 又在采访素材介绍 以及观察交易的失控 将受接受企业跟介绍进行高车比对分析 并且对这市长的介绍是不是一项 最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